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歌手虚乎扬 其实我唱的是很爽啊 一点点的遗憾是觉得我没有唱到我的第五首歌 有些言语 有些感情我无法表达 第一次参加比赛 然后呢 虽然我一直想过 我说要让自己像正常演出一样唱 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些紧张 然后后来慢慢慢慢 好很多 发挥还可以 因为今天有点感冒 但是还好 吃了药各位回复还挺好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意见 但是我就觉得 黑南老师也是今天来帮我一起站台 然后非常感谢黑南老师 在这个舞台上能帮我挡住这一些 怕影响到我的心情 但是我 OK 我没有问题 但是我希望我们下次的见面沟通聊天 我会希望是一个更加融洽的一个 一个大的环境 这个是关于我觉得小时候的 自己的背景的很多关系 他们是城市里长大的人 他们从小父母灌输他们的音乐和大街小巷听到的音乐 都是不一样的 云朵呢 毕竟我们唱的风格 大多数歌曲都是在反映新疆题材的 云朵的《我的楼兰》和我自己唱的这首《新楼兰姑娘》 其实都有共同点 杨明轩他就是在唱这种 情歌这一块还是发布的比较好 今晚《我是歌手》十来踢馆 将迎来人气偶像张远的魅力反场 这一回他将对阵爵士吕林胡沙沙 和实力唱将于峰 这想必又是一场唱功与人气的综合较量吧 《芒果花新闻》 今晚八一八 一起看张远欧巴的再次回归报道 《芒果花新闻》